来,曾次还有谢伍密长 委员好 这次因为这个网友所掀起的轩然大破 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也有上网去看 我有上网去看 那么我认为这事情是非常的不单纯 首先我想要先请教市长 这一次日本的这个重大的灾害 来自于台湾中华民国的所有的相关的募款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红十字会 是募得善款最多的组织之一 就民间团体来讲的话 是,民间团体,是嘛 那为什么,为什么大家愿意捐钱给红十字会 为什么台湾人愿意把钱捐给红十字会 我想第一个是我们台湾民众他的一个爱心 那为什么红十字会募得最多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红会他以往就是公信力不错的一个民间团 那我想再请教主管单位 那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在你有印象以来啦 曾经出现过任何的弊案吗 我印象中他没有什么弊案 没有弊案吗 在你的印象中你在内政部多久了 十七年 好,换句话说在你有印象以来 红十字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弊案吗 那这一次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啦 好,就是说为什么捐了这么多钱 可是只有四亿多台币日本人拿去 剩下钱跑到哪里去了 好,网友用很严厉的字眼哦,说暗干哦 意思说你们把钱吃掉了 好,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嘛 坦白讲,所有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觉得 哇,怎么会这么严重这么夸张 我们觉得钱通通不见了 日本人没有收到 哦,才收到这么一点点 结果后来发现大家其实对于长期以来 这些团体的作业是非常陌生的 事实上不一次到位 而是分期的去进行救助 然后跟当地的NGO、NPO来合作 才是惯例嘛 所以是不是其他的国家 还有其他的就是所谓相关的这些团体 都是这次的做法 根据内政部的说法是这样没错嘛 对不对 对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呃,副秘书长 换句话说 这个做法才是专业的 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而并不是像网友或是媒体所披露的说 哇,你们这个是暗杠嘛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耶 这是有刑事责任的指控啊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你们在红市自会 在这些网友做出这么严厉的指控之前 有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信件、接触 跟你们询问说 为什么你们现在才捐出了4亿多 有没有 呃,据我的了解是没有 完全没有人去问 好像是网路直接就发动了 所以网路直接就发动了 网路在不了解为什么只有4亿多 为什么在分歧的情形底下 就直接在网路上面公开的号召抵制活动 甚至于公开批判说你们是暗杠A钱 这不是很离谱吗 这不是很瞎很扯吗 那这些网友完全都不负责任嘛 他完全不知道在没有任何证据 不明就里也没有给你们查明的情形底下 就对你们发动这种谋杀式、摧毁式的攻击耶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 在还没有要求大家退款 在没有指控你们暗杠的时候 在一开始发生天灾 然后贵会要开始募款的时候 这些网友就在抵制了,对不对 就在抵制了嘛 就在要求呼吁大家不要捐钱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我请我秘书处处长 是不是这样嘛 赶快回答啦 我在网路上都已经看那么多了 你们都还不知道啊 糟糕了 敌人在哪里你们都不晓得啊 包围的确啊 有少部分的网友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在抵制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为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直接就称你们是山寨版的嘛 对不对 直接就称你们是伪红十字会嘛 因为国际社会不承认嘛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在一九四九年 中华民国战败逃难到台湾来之后就不存在了嘛 这是网友的论述对不对 所以嘛 这些人按照他们的说法 今天我们在这边都不用咨询啦 因为中华民国都是伪政府啊 根本就早就不存在了嘛 中华民国对这些网友来讲 其实是早就不存在的历史名词不是吗 这都是我直接我今天不想在这边秀出他们的网站啊 因为用词实在非常的难听非常的下流 我也不想在这边助长他们的声势 助长他们的企业 但是根据他们同样的逻辑 就是因为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跟今天中华民国的国际处境一样嘛 是不是这样 我讲的没错吧 换句话说 今天第一 为什么不能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因为你们根本就是假的嘛 而且他们还举证嘛 我还看到他们举证嘛 因为马总统说我们要积极的争取国际的参与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按照这些网友的逻辑 我们还在那边讨论干什么 我们立法委员都是非法的啊 我们中华民国都非法的啊 哈 我们用的新台币都假的啊 对他们来讲 这都是都不存在 我们这叫做伟立法院 这叫做山寨板立法院嘛 还有呢 还有对陈长文会长个人也很有意见嘛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的政治色彩 因为他跟总统的私人的情谊 我想请教一下 请问陈长文是什么时候开始担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长 担任多久了 他到现在为止已经担任了十年多 换句话说 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担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会长了嘛 并不是马英九上任才当的嘛 对不对 在民党执政之前 是不是 所以事实上是跟蓝绿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嘛 是不是 那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才会有网友 质疑说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是伟红十字会 是山寨百红十字会 陈长文 是马英九 大水库水论的 理论的发言 所以号召所有的网友一开始就全面抵制钱不可以捐给他们 不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然后他发现 他们募得了你们啦 贵惠啦 募得了全台湾最多的善款之后 就说 啊你钱根本都没有捐出去 全部按杠了 是不是这样 我讲的都没有错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说穿了 这不过是一场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一群网友 所发动的一场非常丑陋的政治斗争嘛 今天他们对红十字会所有的意见 所有的批评 所有的这种人格谋杀式的 没有任何证据到今天为止 请问一下内政部次长 经过这些网友的揭露媒体的披露之后 你们发现 红十字会有任何违法 有任何不当的事情吗 有没有 这一个部分我们认为说是 还要再加强沟通啦 对外界要加强沟通 是啊那是沟通 但有没有违法嘛 依法是没有违法 有没有按杠 没有按杠 所以啊 这才是事实嘛 这才是事实不是吗 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弊案 一个从来没有过争议 一个在全台湾公信力最高的一个团体 今天 却变成政治 斗争台上的祭品 这就是台湾最丑陋的事实 一个这么单纯的人道救援人权的行动 一个我们讲人道没有颜色 没有国界 今天就算是在打仗 对方的战俘 你们也要救不是吗 也要救不是吗 也要救嘛对不对 也不能任他 任他就 就这样死亡嘛 也不能看到他说 你就是跟我们打仗了 我再多串你一脚 让你早点死嘛 不可以这样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但是你们今天 却面对了来自于 背后因为是意识形态 因为是政治斗争 把最单纯的人道团体 人道救援捲入了 台湾内部长期以来 蓝绿对立 统独意识形态 对立的漩涡 这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 不是吗 这才是这件事情 真正令人痛心丑陋的真相 不是吗 因为这里面 没有一个 慈善团体A钱的事情 没有嘛 有吗 没有嘛 有肥猫吗 没有啊 但是却发动了像红卫兵式的斗争 为什么 所以我想 今天 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有相关的检讨 相关制度 你问任何人 你问我我也会说 所有善款 当然要公布啊 当然要透明啊 这不是废话吗 会有一个人 会有任何一个人 接受调查说 不不不 他们自己随便爱怎么花怎么花 不可能嘛 日本在天灾啦 台湾在闹笑话 闹政治上的大笑话 这就是今天的台湾社会嘛 小部分的网友 他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发动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一开始大家搞不太清楚 还真的以为说 哇 中华民国红石智慧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今天 我想在立法院 非要令人遗憾啊 演出了这一场 因为网友所发动的一个政治闹剧 我们希望这事情以后 不要再发生了 我演在这边 高度的肯定 也支持中华民国红石智慧 长期以来 在人道工作上面的付出 这个社会 也从来没有 给你们有任何的褒奖 这对所有这些 不知名的工作人员 在中华民国红石智慧 长期付出的工作人员 是何等的不公平 他们为了什么 在这边付出工作 而今天受到 莫名其妙无名的指控跟抹黑 进行人格的谋杀 我相信过去他们在中华民国红石智慧工作 是一种荣耀 那现在呢 现在叫什么 算什么 算猪头吗 就做了半天 结果呢 结果你们根本就是山寨版的啊 你们是伟红石智慧啊 你们是诈骗集团啊 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刚才也听到很很多次哈 我们副秘书长 在这边 也一直说要带回去研究 我们当然希望 中华民国红石智慧继续 还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啦 那么过去台湾 在这些重大的天灾 在震災里面 也的确出现过很多不堪的 弊案A钱相关的事情 但是这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华民国红石智慧身上 我跟贵会的会长完全不认识 没有任何私交 但是这个社会应该还有基本的是非黑白 还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不应该让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 穿越了这些东西 我认为对你们太不公平 谢谢